美方此次以所谓的生产对美产生重大影响的浅体化学品的来源国为由 将中国认定为主要补品来源国 纯属在制造事段混淆视频 首先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 美方声称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制造分泰尼所需要的化学浅体 主要来源于中国这种说法毫无事实依据 包括美国墨西哥在内的有关国家 从未向中方提供过来自中国的化学品流入墨西哥 流入美国用于制毒的基本的事实依据和证据链 其次是偷换概念混淆视频 这种说法随意 透露惯了混淆了 这个抑制毒化学品和毒品的概念 联合国三项进度公约 对毒品和抑制毒化学品有明确的概念区分 对某种物质纳入国际列管 国际上是有严谨的程序的 美方所称的前提化学品 多属于联合国物管制的物品 这些化学品有广泛的合法应付 是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也是保障民生的必需品 同时美国也是化学品生产大国 如果生产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提化学品的国家 就要被列为主要的毒品来源国 那首先要被列入毒品来源国的应当是美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